糖尿病预警信号,了解糖尿病征兆 不管是一类糖尿病还是二类糖尿病,糖尿病初期预警信号都是一样的,学会识别这些信号能帮助医生尽早诊断并且尽快治疗。 然而,二类糖尿病发展缓慢,很可能你看不到任何预警信号。 糖尿病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,但也很普遍。 如果患有糖尿病,你需要经常注意你的血糖指数,将它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。 很多人都不知道糖尿病有多种类型,很多人被确诊时也都很惊讶,因为症状会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才逐渐出现。 在这篇文章中,我们来看看一些你应该密切关注的糖尿病的预警信号。 糖尿病的预警信号可能会逐渐出现或者突然全部出现,不同类型的糖尿病可能有很类似或很不同的迹象。 应特别注意以下症状,因为它们可能代表危险。 极度口渴。 口前。 尿贫。 饥。 饥饿。 持续疲劳。 易怒。 视线模糊。 。 伤口无法愈合,或是很难愈合。 发痒或皮肤前噪。 不断有真菌感染。 一类糖尿病预警信号。 此类型糖尿病虽然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层,好发在孩童和年轻族群。 儿童往往会有以下额外的症状,所有请多加注意。 突发且非自愿的体重下降。 尿床。 即使已过尿床年龄,青春期之前就有真菌性阴道感染。 类似流感的症状,如雾心、呕吐、口臭、呼吸问题和丧失意识。 。 当未确诊的一类糖尿病导致同堆积在血液中时,就会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。 这种情况被称作,是一种医疗紧急情况,虚立即治疗,以防止进一步的并发症。 二类糖尿病预警信号。 此类型糖尿病没有突发症状,但有一些如前面所提的初期预警信号。 如果有以下任何症状存在,也有确诊二类糖尿病的可能。 持续性感染或不能愈合的伤口,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的伤口。 长时间有与血糖指数异常相关的并发症,如脚发麻或刺痛。心脏问题。 这些症状往往是累积多年的时间慢慢发展起来的,并且非常细微所以很难让人联想到与糖尿病有关。 谁有患糖尿病的风险。 如前所述,糖尿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展。 然而,一类和二类糖尿病有一定的危险因素。 一直出现的并不是什么特有的东西,因为成人也有可能罹患一类糖尿病,虽然不那么常见。 一类糖尿病,儿童,年轻人,有一类糖尿病家族史的人。 二类糖尿病,年龄超过45岁的人,体重过重者,生活长期久坐的人。 吸烟者,有二类糖尿病家族史的人。 高血压,三酸甘油脂或高密度脂蛋白异常。 一些特定种族人群,有胰岛素抵抗力史的人。 出现一个或多个糖尿病预警提示是有可能的,如果这发生在你身上,请尽快预约同医生问诊。 此外,你也有可能会在检查其他疾病或例行血液检查后发现患上糖尿病。 你还需要了解些什么? 如果你怀疑自己有这些糖尿病预警信号,你的医生可能会想要了解你的目前的症状。 家族病史。你服用什么药?是否对任何药物过敏? 如果你对糖尿病有任何顾虑,请务必咨询你的医生,及时取得帮助和尽早治疗是控制病症和防止病情恶化的关键。 如果你有一类糖尿病,你需要控制你的葡萄糖指数,这需要通过饮食控制你的胰岛素,从而使胰岛素在你的血液中更加活跃。 为了预防离患二类糖尿病,你可以通过特殊饮食控制来控制你的血糖,这样可以激活胰岛素或服用药物。 离患糖尿病并不代表你就不能有一个正常和完整的生活,但它却实意味着你应该更照顾自己的健康。